今天是开学日 全台各地大多都是都云道情的稳定天气 包括双北市跟桃园 还有宜花东地区 还可能突破36度高温 不过明天开始 太平洋高压暂时冬退了 高压势力比较薄弱 因此午后雷震雨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而这样闷热的天气 何时才可以等到秋凉呢 根据民间气象专家的分析 第一波东北季风 预计会落在9月中旬 但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强度也比较弱 9月温度偏暖的机会还是比较高 热闹的开学日 台北市艳阳高照 气象局针对新北桃园和宜花东等六线市 发布高温黄灯警示 可能突破36度 但从2号开始 太平洋高压短暂冬退 高压的势力相对较弱 午后的一阵雨会变得比较明显 降雨时间拉长 雨势也会增强 更容易有打雷闪电 主要有午后热对流的区域 仍在山区及临近的平地 高压势力稍微弱一点点的时候 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就会稍微明显一点 那可能接下来这几天 一直到周末的这段时间 可能午后雷雨的发生 就会稍微多一些些 这样闷热的天气 何时能等到秋凉呢 根据民间气象专家分析 大陆北方进入9月起 陆续会有封面冷高压活动 不过在10月之前 北方系统势力范围 不易伸展到长江以南 虽然偶尔有东北季风南下 影响台湾 第一波东北季风 预估会落在9月 但是持续时间短 长度弱 9月温度偏暖的机会 还是比较高 目前看起来 可能中秋节或中秋节后 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机会 但是整体的变化 可能还没有那么大 顶多可能就是白天的高温 也许就是有机会 会降到可能不到30度 那夜晚清晨的这个地温 可能大概降到20 23度 这样子感受到 有一点点凉异了 但是跟那种很舒服的那种秋高气爽 那个天气可能还有一段差距 以目前天气状态来看 全台温度还是偏高 各地紫外线指数又容易达到 危险或是过量等级 民众出门 记得要做好防晒 记者时间里和荣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